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耶斯哥,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移民欧洲的问题 这个我想跟大家说呀,这个葡萄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说葡萄牙是一个选择呢? 因为最近葡萄牙出了一些新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政策呢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我们得明确一下 其实欧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很多朋友也说这个移民的首选 就是这个五眼联盟再加上美国 五眼联盟是哪几个呢? 大家都知道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然后呢就是美国 就是实际上五眼联盟包括了英联邦的四个国家 再加上了这个美国 但是最近有传言说日本也想加入这个联盟 那也有可能吧 日本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总而言之呢 这几个国家都还算不错 尤其是可能更多 如果说有些人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里面选的话 可能我个人建议澳大利亚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吧 不仅仅是天气的原因 而且呢这个澳大利亚现在这个对中共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正好反映它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地方 反而加拿大现在很有可能被中共渗透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个大家需要小心一点 这个是五眼联盟 那么五眼联盟之外呢 其实欧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欧洲这个选择的国家太多了 什么西班牙 什么法国 什么德国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国家实在太多了 还有东欧一些国家什么波兰乌克兰 对吧 当然我觉得这些选择其实都可以啊 包括欧洲中立国家的这个瑞士 对吧 当然很多的地方的这个移民的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啊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当然有一些门槛是比较低 大家得多了解一些信息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欧盟外围的什么塞尔维亚等等啊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 总而言之呢 那这个移民的道路是千万条 那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呢 我觉得呀 其实应该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才能你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移民之路 什么实际情况呢 你的个人的这个年龄呢 还有你的这个经济现状啊 包括啊你的这个家庭呢 这个如果说你是单身艺人可能稍微好一点啊 就是这个选择性可能会多一些 如果说你是脱家带口的话 你可能更希望出一个能够稍微稳定一点的啊稳妥的一些地方的 对吧 所以这个每个人其实应该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啊 也就是实际上移民这条路其实真的走起来真的得好好规划一下 你首先得其实还是得下定决心 对吧 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步都跨不过来 就是一直在犹豫啊 一直觉得哎呀啊就是不想改变啊 或者是明明知道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 但是呢很难去走出这第一步 因为可能这个未来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呢比较恐惧 实际上如果说你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你能够在以前啊 但是现在可能不行了 对吧 以前行万里路 然后呢多了解一些外外面的世界的话 也许你现在就知道更多的信息 你就知道更多的好的选择 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你试错了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手段 包括一些间接性的手段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了解更多靠谱的信息 但而且这些信息呢 实际上是逊先万变的啊 包括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说的 其实很多政策 它是不停的在改变 有的是在变好 有的是在变坏 总而言之呢 现在可能比较实际靠谱的 第一个 你如果下定了移民决心之后呢 你就得充分的去了解一些信息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移民之路 这个恐怕是你如果想一步一步来的话 你必须得一步一步的规划好 现在的这个试错成本太大了太大了 现在这个大家想出来恐怕就是要 相当于说要有一种一往无前的这种勇气 所以你提前的多了解一些信息 对你一次性的这种选择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然实际上也并不是一次性的 你可以通过这种不停的跳板的形式 对吧 跳到最终你理想的移民之地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所以总而言之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那么葡萄牙的最新的政策 就像我刚才说的政策其实顺先万变的 最新的政策它是在变好 是什么政策呢 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喜欢 就是葡萄牙的落地国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落地国籍 对吧 落地国籍就是如果说你到美国来生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出生公民权 对吧 其实出生公民权在几个国家当中有 不是任何国家都有 你比如说葡萄牙以前就没有 但是他现在他通过了 相当于说父母仅需在葡萄牙合法 居住满一年 那么出生在葡萄牙的子女可直接入籍 当然他落地公民权比美国的这也要严厉 美国他不要求说你这个要住满多久 对吧 只要你是在美国领土出生的 就是美国公民 所以他这个是最简单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赴美生子 这个是一个原因 当然他也有一些什么条件 有一些条件 什么落地入籍 这个是对于非葡萄牙国籍的 然后规划预籍的 当然是条件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 可能就是更轻松一些 总而言之 就是大体来说 就是你如果说是移民到 或者说你获得了葡萄牙的猪流船 然后住满一年 你在葡萄牙的子女 就是葡萄牙公民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 那么如果说我想在葡萄牙支流 获得类似支流签证 或者什么之类的 有什么条件 其实葡萄牙的这个猪流也比较简单 它就是你要买一套房 或者是投资基金 它的这个条件 不同的条件好像是不一样的 比如以前的这个标准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就是你要买一套房的话 好像要50万欧元 或者如果是买那种改装的那种房子的话 是35万欧元 就是最低的就是35万欧元 然后投资基金 投资的这个也可以 好像最高的是100万欧元的要求 最低最低的也是35万欧元 也就是相当于说 你在葡萄牙要获得这个居留的话 最低最低 你要有35万欧元的这个门槛 当然这个35万欧元 其实它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其实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 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条件 还可以的朋友来说 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的经济状况 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 这个葡萄牙可能稍微适合 这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朋友 如果说经济条件 非常不好的朋友 可能还有一些更 更这个叫什么接地气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我在前面的给大家提到 塞尔维亚等等 也算是可以 就是一步一步来 实际上移民之路 只要大家下定决心了 那么就一步一步来 你如果条件好的 你当然可以一步 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对吧 或者是更 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条件不是特别好 对吧 基础也不是很好的话 对吧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 最接地气的地方 对吧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综合考虑 各种各样的因素 然后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之路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 一定要行动起来 因为后面的这个恐怕形势会越来越困难 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顺利如意吧 好 一起加油 今天话题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